字幕提供 正所謂食色盛也 一講色情報紙我見到多些人看下 先看看他見到大相 為何無端押了運 食色盛也講色情多些人看下 所以東莞掃王港人逃亡 又押錯了 我們做社會企業的精神 所有負面的東西都可以看到正面意義 什麼意義呢? 我們今次的A1解分也講了 但我們講一下這個管字 這個管字大家都很熟 但遇上總編輯當然問一下 管字,東莞人的管字 為什麼呢? 我都認識很多東莞朋友 他們真的叫自己做東莞人 東莞人很喜歡吃臘腸 臘腸很熟 臘腸很熟 所以他們就 以有所指 不過我們講到這裡 不講臘腸 我們先講這個字 其實最簡單就是看我的名字 那個部首 其實是一種植物 但它是水生植物 什麼植物呢? 水生植物 其實它很像芫荽的鹽字 你可以這樣聯繫 聯繫的東西 也可以只是用這些植物編織出來的 但我看到有些人寫鹽西 真的寫東莞的管字 嗯 接著西字就是善字 是 即是草花頭著的西字 我平時讀 我看到有些小朋友讀 什麼叫管西 我媽媽就說 是芫荽 芫荽 芫荽沒有那個 這隻帽子 對 打蒼蠍 即是廿圓 對 這也是圓 這就是圓結的圓 但是它就是 行馬的圓 對 這就是本字 對 但是它有兩個音 其實 這個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植物和地名的發音 即是管 對 有一個俗讀法就是 碗 對 碗言一笑 碗耳 對 就是這個 例如今天大國家35% 平絕元朗的耳聯 那個耳 對 你拼到這個碗字 碗耳就是 很開心的 令人碗耳 令人微笑 令人微笑 真是氣死 這樣也行 即是女生 即是嘴角少少少笑氣 那隻 是不見牙的 這個很講究 真的 情人節 即是你送些東西給他 是 他碗耳一笑 是 那你就行了 因為這些是真的 是假的 是 這個碗字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東莞其實是 向來都是麻煩的區域 但這個麻煩又很有趣 香港人也有麻煩的區域 為甚麼呢 因為東莞以前 不是自己一個地方 是整個保安院 整個保安院 保安院大家經常說笑 保安院 但保安院其實很麻煩 因為他很大 非常有錢 你以為以前香港有錢 香港是漁村仔 以前是保安有錢 保安大到覺得 嘩 這麼大的地方 萬一反 那怎麼辦 所以清朝的時候 就剁開了 就是把保安 剁開了東莞和保安 一削為二 那你們兩個 就自己在這裡鬥 兩邊鬥勁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原因 是啊 所以東莞就是這樣 由於這麼有錢 剛才說過 吃適性也 就很適才氣 自然就涵涵濕濕 然後加上香港的廠商 變成今時今日的公式 聖都以兩月終於 所以我覺得 今天要說管治 其實最重要 都是看一個地方的管治 究竟做得如何 我會把內衝 做得好 來 好